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講講JP Morgans和Badwalk 2022年第一季的業績 JP Morgans方面因為它做得比預期差 所以暫時錄片的時候 股價跌了3.6% 距離170美元一股的高位 跌了不少 自從俄羅斯進入烏克蘭 可能會導致一個大的撇障之餘 通脹持續創新高 再加上聯儲局 加息比預期快 縮表比預期多 會否有全球的衰退 或者美國的衰退呢 因爲JP Morgans 相對來說是比較虛弱的 看看它細節的業績 利息收入方面 有14億美元 上升7.7% 比起上年同期 不過 非利息收入 因為之前做得非常好 所以現在說17.6億美元 下跌12.4% 整體整個revenue 31.6億美元 下跌4.5% 如果計分佈來說 零售的業務 是輕微下跌2.3% 但是投行再加 企業的業務 是有13.5億美元 下跌7.4% 如果計算投行的板塊 更加下跌28% 至於它 譬如商業方面 revenue沒有起跌 而這個 Asset Under Management 輕微上升5.8% 最主要就是 人們的融入資金 是多的 但是競爭激烈 以至於 它的margin就下跌 就是管理費 每個的收入 Volume上面是OK的 Price就虧窗 所以只升5.8% 接著 比較為人觸目的 就是credit cost 類似撇帳 或者特殊撥備 各方面 在去年的時候 實際上 就是有一個 Negative 的 Write Off 在當中 或者是 True Up 之前撇得很強的 賬 2020年 那時的撇帳 所以 之前 是4.2 B 的 加持 在當中 今次 就去1.5 B 撇帳 或者是撇币 這也是最大的因素 為何 令到 Earning Per Share 去到2.63 比上年同期 下跌42% 除此之外 Efficiency Ratio 也有所上升 由56% 就升到60% 如果計算 Adjusted 越高 就代表 Expense 使費越大 就不是越好 除了一些正常收入 上 你要去 Promotion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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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升級 來維持 競爭之外 今年 人工 加了 亦都要保留 人才 的能力 亦都弱了 Turnover 又高了 各個銀行 都遇到 類似的衝擊 但我自己留在同一家銀行 我不是愚蠢 躺平了 我懶惰地 做慣乞 懶做官 不轉工 但如果你轉工的話 或者 我就算聽其他不同的銀行 自己銀行 在不同的地方的管理 都有類似的辭職潮 轉工潮 家人工 或者拗爛腳要老闆家人工的情況 只不過是不知為何偏偏不發生在我身上 我太懶惰 或者別人看到 我是太躺平 Anyway 所以機會遍天下 如果你有機會的時候 就很著數 但對於這個 持有銀行股的股東來講 就未必是最著數的一件事 以至好 他都是 真是 醜醜醜 而 最近 我覺得股市是調整得 略為多了 可能是因為 星期四 就是 Cut off Future 各方面的事情 以至到 會有一定程度的波動 在當中 可能 下一個星期 又會有一定程度的回升 當然 這個也要看回 到時候 一些科技股 出業職的時候 的回收是甚麼呢 而他們 對於未來的 outlook 又是甚麼呢 都會 令到市場 有不同的方向 發展的 可能會相對來說 是比較個別發展的 如果英俊的回收 好過預期的 好過投資者 估算的 就會升 如果不是 可能會一定程度的 蝕卓 暫時來說 我都會保持 JP Morgan的 Target Price 因為 譬如 你一定程度的 撇賬 又或者 真的 那個 Trading fee 不夠 之前 那麼英俊 都已經是 預期之內 所不太開心的 一件事 就是 Russia 他的 Exposure 究竟有多少呢 今次 只看他的業績 就看不到 可能要聽完他的 Webcast 或者 如果 懶不聽Webcast 我已經均輸了 可能等多幾天 看看 有沒有其他的新聞 披露出來 只看他的 Statement 就看不到 或者我自己 留了 Anyway 暫時 暫時 留下他的 Target Price 我的Target Price 是 165元 我當他 給我自己的利益 我自己 我撇5元 賬 按 俄羅斯 或者 當你10元 155元 現在就128元 都值得 他持有 或者是一個 挺好的Price 來得到 獲得 另外 Black Walk 也是因為俄司的 衝擊 令他 本來 接近1,000元 現在就剩下700頭 今天 出了一個業績 其實都OK 英俊的 好過預期 但是 都在說 跌跌0.4% 當我錄片的時候 我沒有幾十個 網尼塔 看著 現在在錄 還在彈 所以可能 在說的是 五、六分鐘之前的一個 然後 放一條片 上去的時候 整個小時後 你不要 那些 價錢的走勢 各方面 宏觀 新年 Long Run 各方面 都還可以 可以 做一個 例如指標 我看回 Backwalk 業績 做得很好 對於上年同期 Asset Under Management 升了6% 去到 9.6 Tillion 超級富 雖然 錢不是他管理的 正流入 同樣 繼續是 86.4 Billion 正流入 按季來說 他也是 很適合 升1% 當中 ETF 也好 Mutual Fund 也好 都是有正的 流入 在當中 唯一 Negative 就是 Cash 似乎 第一季 開始打仗 俄羅斯 入侵烏拉蘭 但是 都阻礙不了 這個勢頭 繼續來投資 尤其是 歐洲 和亞洲 的 正流入 比起 美國 或者 美洲 更加多 這個反映了什麼呢 人們 很多錢 可以投資 還是 貪性不知書 或者 歐亞 正流入 比美洲 反映了 歐亞 經濟 強勁了 人們有信心 多了 還是 資金 走去那邊 原因是 因為 美國 第一季 的 Return 明顯 比歐亞 差一點 我們可能要看 多一季 看看 情況 美國不是 負 的 流入 仍然在正流入 只不過 正流入 沒有 歐亞 那麼強 當然 現在 疫情 都是相對的 事約 就算加拿大 都是安省第六波 這件事 又會不會左右到 這個情況呢 我個人認為 資產的流動 尤其是當它是一個宏大的資產管理公司的時候 都會不會有太大的衝擊 在當中 因為資產管理公司上升 所以 市場上升了 4.7 billion 上升了7% 非常可觀的 對比去年同期 另外 Adjusted Operating Income 雖然上升 亦上升 14% 達到1.8 billion 唯一 Volium 雖然上升 亦都是 Expense 管理 都不算差 值得 在這個情況下 Operating Income 是下跌了 由45.8% 下跌到44.2% 而這個margin 亦都是過去十季 最低的percentage 同時 同樣 Expense 方面 人工亦都是加了 人工亦都是加了 唯一 為什麼 Operating Income 爆升上去 是升多的 Volium 是因為 上一年 第一季 就有178.5 million 的 開放費 如果剔除了這個 其實 就躺平 跟Revenue 就差不多 升幅 雖然是很OK英俊 但 就不見得特別英俊 為什麼也好 因為 有一些類型 One Time 或者是一個比較大的 adjustment Expense 在上年發生 所以 Adjusted Earning Per Share 今年 升了18% 去到9.52 整體來說 我都樂觀的 現在是712 左右的價錢 非常之吸引 如果你說升到 至於1000 我覺得太貴了 我自己的Target Price 是850元左右 這個分析 可以幫助大家 去做一個參考 自己股票 自己投資 自己買 自己研究 自己負責任 非常之重要 緊攻 參考 異議 希望你幫到大家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利巴拉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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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